中国建在悬崖上的十大建筑,你去过几个? 一,贵州范靖山,它是十四亿年间远古洪荒俱作,一生必去的山,真正的天空之城。 二,福建灵通寺,它被称为南方最美玄空寺,深藏在风光秀美的灵通山里,虽咸有人知,却香火不断。 三,西藏蜘蛛寺,它是西藏海拔最高的寺院之一,也是雍众本教最古老,最重要的寺庙之一。 四,甘肃麦基山,它是世界文化遗产,中国四大石库之一,被誉为东方雕塑艺术陈列馆。 五,福建甘露岩寺,福建最神秘的建筑。 整个寺庙仅有一根柱子之称,是海内外九富盛名的岩寺之一。 六,甘肃马蹄寺,马蹄寺因传说中的天马,在此饮水落由马蹄印而得名。 传说中的马蹄印记,现存于普光寺马蹄殿内,成为镇寺之宝。 七,陕西金鼎观音殿,它被称为天下最显道观,无论是从工艺还是建筑难度上,可谓是鬼斧神工。 八,山西玄空寺,它是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横山十八景中第一盛景,玄空寺建筑极具特色,以如陵深渊的险峻而著称。 九,福建百丈岩。 它与山壁连为一体已有一千多年历史,十,河南老军山,远赴人间金红雁,一睹人间盛世炎。 一个不让外国人进入的景区,雪后的仙山云海真的美爆了。 关注我,带你看更多旅游攻略。 关注我,带你看更多旅游。